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山额彼腑的城 我与你共存 爱一束光透着锋芒指引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固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温情从不声唱 我偏要做这夜或少 不尽能量 怕爱未扬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湿 我思想于是催马换起的烈肠 开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祈祷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飙荒 敢乱世未亡 比只雪土浪 再有希望 是 怎样 胶 你怎么不穿我送你那件衣服啊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呀 不好看 一点都不好看 这件根本就不适合你 我觉得挺合适的 念玄 是不是不适合的 在下也觉得挺合适的 不合适 一点都不合适 你俩有没有眼光啊 你一会儿给我换回来啊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殿下 快过来啊 殿下 快过来啊 好 换回来啊 我会生气的 走啊 二楚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进酒 好 你也来啦 还记得我吗 长安城内 有谁不认识岳公子吗 你看 这儿多热闹 但每个人的心里 都各怀心事 你觉得呢 公子说得太深奥了 我听不懂 来来来 干杯啊 干杯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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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世子 好久不见哪 能否与我二人喝一杯啊 燕汛不胜酒力 方才已经喝了不少 就不敬二位了 这就想走了 听说你身边那个奴婢还活着 藏得还挺好啊 他不是宇文月的奴婢吗 怎么跟了你呀 魏公子出言如此跋扈 就不怕给你们卫法制造什么麻烦吗 怕什么 燕家已落败了 我还怕你不长 是 贵公子 应该是刚刚被解禁不久 这么长时间的幽金 都未能让你收敛新心 看来你父亲重视你兄长魏叔业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我奉劝你不要胡说八道 魏队子 在下说的都是事实 何必动怒 信不信让你走不出围猎场 一匹世子 不好意思 是有他今天喝多了 望世子见谅 不用你管 你闭嘴 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场合 行了 算了 算了 走 走 走 你回去以后 告诉燕熏 在长安城里 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他 劝他不要肆意妄为 如果他胆敢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我不会放过他 岳公子 您多虑了 我跟燕熏 在长安城里这么多年来 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不劳公子您费心了 好 希望如此 来人呐 给湛马郡主封赏 赏马不要赏赐 湛马第一次来到长安 可否请求皇上允许我下一个人挑战 不 那 湛马郡主 那 是想向何人挑战呢 久闻燕熏世子的奴婢武艺精湛 一直没有机会领教 近日大家兴致都好 不如下场一起玩玩 燕熏 免礼 禀皇上 在下的婢女在武艺上 只是略动皮马 怎敢在皇上面前献丑 再说 渣马郡主 马术精湛 武艺超群 我看 就不必在强人所难了吧 燕熏世子 我妹妹想和你的婢女比试一下 你好歹给个面子吧 君子要成人之美 既然我们的尊客有如此雅兴 世子就成全他们吧 燕熏 今日宴请北侯宾客 主要就是图个乐子 你呢 就不要扫大家的兴嘛 不妨让二人一战 皇上 郡主刚表演完毕 还没休息过来 现在让她比武的话 是不是不太公平了 皇上 可否让我的部下 试打与之比武 她若赢得了我的部下 再和我打 好啊 这不合适啊 太不公平了 这不合适啊 扎马郡主身骄肉贵 与一个奴婢比武 本就不妥 更何况还刚表演完马术 豫王殿下 一个奴婢而已 没什么不公平的 西风兄 所言极是 取个乐罢了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开始吧 小心点 小心点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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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沒弄死他 等著瞧 渣馬郡主是不會放過他的 郡主是否休息好了 若還是覺得累的話 那就不要比手 好 比就比 我還怕你個下箭的奴婢不成 有種比射箭 一個人三支箭 互相用箭射對方 誰若中箭誰就輸了 郡主 您乃娇貴之身 怎麼能受傷呢 還是射靶子吧 射靶子有什麼意思 我們巴途家族 最擅長的就是射箭 我就不信 我還贏不了一個奴婢 我有個提議 讓郡主用正常的箭 而嫌是死的奴婢用無頭箭 這樣郡主中了箭 也不會受傷啊 開什麼玩笑 這不是欺負人嗎 一個奴婢而已 死了又何妨 趙西風 奴婢願意用無頭箭 與公主比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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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街頭 苦戶 入睡 開玩笑 馬索 開事 還有一隻 開運 你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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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下何人 禀皇上 奴婢楚桥 朕呢 是好多年 没有见过这样的剑法了 而且身为女儿身 的确不易 父皇 既然这样 是不是应该赏赐点什么呀 好 赏楚桥 黄金万两 赏扎马郡主 黄金万两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 此女乃是青山院的婢女 奴籍未解却另投他主 按照大卫律法 逃奴当斩 父皇 楚桥虽是奴婢不假 但他今日为大魏争光 此事罚他的话 甚是不同 逃奴就是逃奴 比武比赢了就能脱罪 使大魏律法于何地 是 娘娘所言极是 还请皇上按大魏律法处置 启禀皇上 此女 曾是我府中的奴婢不假 但她 已经是自由之身 世奴文殊 我早已拟好 只是因为三年前 我府边关比较匆忙 未能及时把世奴文殊 交到她手里 如今 她早已是自由之身 不再是奴婢 是吧 馨儿 禀皇上 岳公子所言极是 那你改日娶青山院 娶侍奴文殊便是 好 那大家继续尽兴吧 谢皇上 魏兄 明天的事 安排得怎么样 放心吧 我都吩咐好了 明天以后 燕北 就要学后了 报 公子 明天的人马 已经准备好了 好 按计划行事 诺 在燕巡必经之处 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 就等明天 请君入望了 哎呀 那个小剑壁 竟然能活到今天 如果他能活过明天 我赵西风 就不姓赵 让燕巡死在我的螺旋剑之下 也是他的福气 回来了 都安排妥当了吗 一切都也安排妥当 今夜你比武的时候 赵西风和魏叔游 比渣马他们紧张多了 他们二人就等着看你被杀 却不知 你现在武功了得 他们都来了 就唯独缺了个羽文怀 他 他找了个替死鬼 虽说被皇上连降三级 但是性命算是保住了 这样的宴会 他一时半会儿是参与不了了 又被他逃过一切 他们想要我自投罗网 我还想要瓮中捉鳖呢 你怎么能不能 能够 我还想要瓮中 我还想要瓮中 真的需要 我还想要瓮中 你怎么能弄下 我还想要瓮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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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燕雪 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一个人 你的姐姐 你们燕家人 还真是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我还记得她那双丹凤眼 被我一箭踪背后舍趴下 死不明目已食两命 燕雪 燕雪 燕北已经亡了 你们燕氏一族 被人像狗一样砍了脑袋 使上你狗烟残壮 狗切头生的活着 你敢杀了我吗 你杀我 你只不过是徐章盛世 只要你杀了我 整个狩猎大典就会终止 我们赵氏一族也不会放过你 你不是很喜欢那个剑壁吗 到时候 你只能带着他去阴曹地府 和你的家人团聚了 你只能 是时候 你该去向他们谢罪了 好elf 啊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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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rs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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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公子 都回来了吗 就差赵启风一个 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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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赵公子 你在哪儿啊 赵公子 赵公子 你们两个过去看看 诺 急变皇上 尸体 是在场外的树林找到的 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野兽咬得体无完肤 是微臣失职 请皇上治罪 你只负责围猎场的安全 赵兮风 是死在围猎场之外 跟你无关 起来吧 这个玉佩呢 是朕赐给你的 他却在赵兮风的尸首旁边 你有何解释啊 禀皇上 臣昨日不慎将此玉佩遗失 便寻不惑 心中正是忐忑 微臣也不知此玉佩 为何会落在赵公子的身边 请皇上明见 皇上 是朕赵兮风 是朕赵兮风 一纸都很不合 肯定是赵兮风出外狩猎的时候 被燕兮杀害 魏淑妖 你需要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如果不是你的话 皇上赐你的玉佩 怎么在赵兮风死的现场啊 你 皇上 事实并非如此 想必 是你亲手将赵公子杀害 还想嫁祸于我 严玄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皇上 定是如此 昨日在夜宴上 魏淑妖特意与我发生口角争执 想必 就是想盗取我妖间的玉佩 皇上 此事有多人可以为臣作证 父皇 儿臣昨日确实看见 他们起了争执 玉王殿下 话不能乱讲 我跟燕巡确实有争执 但玉佩不是我偷偷 皇上 燕巡在胡说八道 燕巡就是杀人凶手 皇上 在下并非胡言乱语 这是他为书有屡次三番的栽赃于在下 当年被皇上邮寄于英歌院内 也是因此 皇上英明 怎可被你蒙蔽 燕巡 你敢做不敢当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宇文月 你有何看法 禀皇上 恩巡视者的嫌疑 确实最大 只是昨日赵希丰 和三名随从 同时出发 赵希丰不幸遇难 这三名随从也不知所踪 依微臣所见 在立案以前 不如先将三明随从 找到以后再行定夺 皇上 赵娘娘伤心过度 苦闹不止 又晕过去了 还不赶快去请太医 已经传过太医了 那不就行了吗 诺 语文岳 此案呢 就交与你去办吧 回皇上 此案千连甚广 臣独自查办的话 恐不能服众 不如 让豫王或湘王去查办 一时公正 父皇 儿臣不知道如何办案 还是交给皇兄吧 好 好 川儿 儿臣在 此案就交由你去办吧 记住 要禀宫处理知道吗 诺 主婿 不认识 不认识 语文 语文 公子 怎么了 如果烟熏世子 真的是杀人凶手 作为他的贴身婢女 星儿也会受到牵连 您就不为他担心吗 没什么好担心的 公子 我们就静观其变 看看就动了 诺 这边找一下 诺 那边也去 诺 你们都过来 你们两个 下去看一下 诺 尸体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是在场外的密林里发现的 距离发现赵公子尸首的位置 只隔了不到三里 尸体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距离发现赵公子尸首的位置 只隔了不到三里 有什么发现吗 你派人 把赵启风的尸体给我抬担 还有 去卫书游的营帐 向他借一支螺旋剑 是 要不及得到他 什么 确实是 他只能在一起 尸体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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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山口称螺旋庄 是魏舒尤的螺旋弩箭 全天下只此一家 别无分后 那以你的看法 凶手最有可能是什么人 魏舒尤 这可是你的螺旋弩箭 是 此箭是不是只有你专用 螺旋弩箭的箭窃极难打扎 就是铸城以后废品也很多 只能百里挑一曲 那如你所说 此箭应该很珍贵喽 虽然很珍贵 但并不能否认会有仿造 那据你所知 这围场内外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使用此箭 我不知道 赵夕风和他的三名亲随 均死于此箭之下 你作何解释 这 这不可能 这事跟我无关 赵夕风不是我杀的 昨日有人看见你和赵夕风 还要他的三名随从一块儿出去 你们去哪儿呢 我们去打猎 但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他们却整日未归 你为何不上报 我没注意啊 可 可赵夕风的事跟我无关呢 魏淑友 你口口声声说 赵夕风的死和你无关 那我现在就要搜一下你的营仗 我希望赵夕风的无关 我可以使你 她让你怎么回来 你让我休息 就这么低了 这事是一宫 要让你出现回来 我这没有侨应 我已经有问题了 我还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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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殿下 这个箱子无法打开 给我劈开 诺 等等 这是鲁班弟子亲自打造的墓下 毁了太可惜 我自己来开 请 殿下 箱子内没有什么发现 殿下 该搜的都搜了吧 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吗 殿下 箱子下面有加层 鲁班一派打造的墓箱有加层 那没什么稀奇的 殿下 男人吗 殿下 还有东西 los 烟北兵被图 这 尾淑游 你还有何解释 皇上 我是被栽赃嫁祸 请皇上明鉴的 禀皇上 魏伐的封地 与我燕北犬牙交错 违法素有染指燕北之心 这些年 魏家派入燕戈院的杀手 臣数都数不清 这是人皆共知的事 当日 他未属由盗取臣妖间的玉佩 杀害赵西风 想要栽赃陷害于我 置我燕熏于死地 这样 燕北集成了无主之地 他们魏家 才有机会吞并燕北 只是没想到 作法自毙 燕心 你血够叛人 皇上 我家西风 自小于你较好 你却为了一己私利 尽杀此毒手 皇上 我没有啊 我没有杀人哪 西风的死与我无关哪 皇上 现在证据缺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皇上 不是我啊 恬请皇上恩准 赏着逆贼给西风偿命 皇上 不是我啊 您不要被他蒙蔽了 皇上 皇上 我卫世侍奉皇上多年 绝不敢有半点不臣之心 望皇上明鉴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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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扶住朕这么多年 忠心耿耿 再说魏家 更是功勋显赫 怎么会有不臣之心呢 朕 相信你 谢皇上 好 但是 此事 已证据确凿 魏淑游 你就认罪吧 省得连累你的父亲 和魏家 皇上 皇上我没有啊 皇上 爹 爹 爹 我没有啊 爹 畜生 爹 畜生 皇上如此厚待我魏家 你竟然恩将仇报 爹 儿臣没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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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安心地去吧 你的大仇爹会替你报 皇上 皇上 微臣教子无方 请皇上赐罪 皇上 相国能大义灭亲 足以证明相国的忠心 朕怎能还怪罪于你呢 请起 谢皇上 将为疏有 曝师三天 以正皇法 严循 这件事情 你已经洗脱了罪名 退下吧 谢皇上 庆位 执行 百分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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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